如果是四年前的今天 那我觉得蔡英文她找在野党 感觉就是名正言顺 师出有名 而且我觉得也应该 因为她不但是一个连任的总统 她可以释出在她第二任的总统任内 希望朝野和解 大家共商未来的施政大方针 她也可以在当时提出 柯文哲讲的 叫做什么 政党良性沟通的平台 那政党良性沟通的平台 当时蔡英文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那她也师出有名 可是现在就非常的诡异 也非常的尴尬 除非 除非蔡英文是赖清德受益的 是跟赖清德讲好的 然后由蔡英文出面试探水温 可不可行 再加上蔡英文过去 跟柯文哲之间比较深的情谊 毕竟在民进党里头 柯文哲第一号仇人叫做新潮流 现在的赖清德 就是新潮流的代表 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那柯文哲一路 当时选市长的时候 都是蔡英文支持他的 第二任 其实蔡英文也想支持他 但是抵不住党内的压力 所以才提名了姚文志 不过呢 因为这个火车已经都过渡了 还记不记得元旦 戚风苦雨 非常的冷 大家都被请进去总统府了 只有一个人被留在外面罚战 叫做柯文哲 为这件事情 柯妈妈还非常心疼 愤恨不平 说怎么这样子对待我的心肝宝贝儿子 那现在呢 现在蔡英文是党主席吗 她不是 所以她是凭什么谈 所谓的政党良性沟通平台呢 那蔡英文马上就要卸任了 所以未来国家大政 也应该是由赖清德主导 难道她要掀起宪政危机吗 就是现任的总统不肯放权吗 所以不管怎么讲 事实上蔡英文现在做这个角色 做这个动作 是非常不恰当的 而且也没有意义 非常的无聊 未来主政不是你 党主席也不是你 那你想要在这个时候 博得历史的美名吗 替自己逐一个不一样的高度吗 很抱歉 过去这八年的所作所为 人家要看你当权的时候 而不是你在这个时候下台 这个来一个临走 来一个秋波 什么意思呢 那我觉得柯文哲不应该答应他 就算要见面 没有什么总统邀约 就一定要去见面的道理 你又不是他底下的阁员 你又不是这个三军的将军 没有这种道理 你是在野党的党主席 如果你们两个是因为 私人情疑的话 也必须先放在一边 你是以党主席的身份去见呢 还是以蔡英文的闺蜜身份去见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好 那去见的见法也不对 就见完了大家都不知道 好神秘 那这个也违背了 我们大家对阳光政治 不可以密室的一个最高的基本原则 那更诡异的是 讲完了之后 说柯文哲记忆力这么好的人 这么聪明的人 对不对 全台湾很少比他更聪明的 他说他记不得了 他越讲他记不得 我自己越觉得很奇怪 他越讲他记不得 就表示讲了什么 不能够跟大家说嘛 为什么不能够公开谈呢 如果好 今天蔡英文要忏悔好了 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做了很多的决定 都是美国逼我的 并不是我心甘情愿的 所以我现在要下台了 我就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找在野党的主席来 那你也应该公开嘛 坦坦荡荡的 然后跟全国老百姓讲 你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嘛 然后正式的发出邀请函 在野党领袖齐聚一堂 我们也乐见 但没有 通通通没有 偷偷摸摸 偷鸡摸狗 岂是当今总统应该要做的事呢 岂是在野党主席 应该跟一个退要卸任的总统 应该做的事呢 就这件事情 我是真的不能沟通 好 最后关键 那是不是我讲的 我觉得唯一合理的可能是 蔡英文是代表赖清德找柯文哲 那这个就合理了 所谓的合理并不代表 他这样做是对的 就是说我就知道说 为什么他这个是要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过去我刚刚说了嘛 因为赖清德跟柯文哲仇太深了嘛 这怎么见啊 所以中间想到了一个最好的中间人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陈医师啊 之前 因为选立法院院长那个 是蔡英文 好 如果今天蔡英文代表的是赖清德 要来谈未来跟柯文哲合作的事情 那这还比较你知道 有一个逻辑可言啊 那怎么合作 很简单嘛 就叫赖清德邀请柯文哲组阁 透过蔡英文正式邀请柯文哲组阁 蓝绿加白形成国会新的多数 这也合乎宪政运作的原理 这我们也能够理解 不然的话偷偷摸摸 两个人辟事密谈 干什么 像话吗 好 柯文哲突然和蔡英文私下会面 很多人都在猜这背后的政治意涵 到底是什么 总统府就说了 哎呀 其实那蔡科谈的就是社会安全网啊 连经改革的问题啊 好 外界这个质疑说 是不是在这个 要来铺成绿白盒呢 柯文哲还说 哎呀 你想太多了 可是柯文哲却补充说 其他的以后再谈呢 是不是等于没把话给说死呢 好 名嘴吴子佳就认为 因为呢 柯文哲有八席的立法委员 但是有可能沦为被边缘化的废票 那蔡英文如果可以收编柯文哲 手上这八张废票的话 就可以变成有用的战队了 所以呢 蔡科这时候见面 他认为百分之百和阻隔有关 因为蔡英文在党内能够维持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是不是就可以对政策啦 人士继续享有绝对的影响力呢 现在大家都希望说政府可以赶紧 补好这个社会安全网的漏洞 假如乌子佳讲的是真的 那全民最关心的社安网 难道是被当成了蔡科 可以见面的一个幌子 当成是这样一个幌子来用了吗 兵哥怎么看 我老实讲就算是幌子 这幌子也太烂了吧 你八年都不找他来 然后结果你现在 你都快要回家了 你突然间找柯文哲来聊社安网 你有病 这有什么好聊的啊 你跟他聊什么有什么好聊的 你过去七年多都不做 那现在你能做什么 所以这根本就是 没有人会相信的东西嘛 我觉得他们要找借口 还不找漂亮一点的借口 然后柯文哲更绝 他直接说他忘记 我跟你讲说他忘记就是什么 就是他不想告诉你而已 就这么简单嘛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见面 绝对不是谈什么年金改革 什么私安网 这根本没有人会相信这种事情 那实际上正常的情况来讲 柯文哲根本就不应该去 一个卸任的总统 找你会谈有什么好谈的 很奇怪啊 像我觉得啦 他们心里头彼此私底下已经联系过 其实这个谈是要谈什么 我是同意那个立文的看法 我认为是在跟对那个柯文哲招手 民进党想要跟柯文哲合作 现在绕过来用另外一个方式 跟他合作 因为民进党其实从选完之后 就一直用各种方式 想要跟柯文哲招手 只是党内有一些鹰派不同意 像柯界民众鹰派不同意而已 可是实际上对民进党来讲 当然如果能够把民众党 纳入自己的麾下 那就搞定了 国民党就不足为据 而且这样一弄之后 民众党就直接被瓦解掉 对他来讲是一十二鸟 何乐而不为 就算让柯文哲当行政院长是怎样 他当不了几天的 以他那种柯文哲当行政院长 他两三下都被人家弄倒了 到最后他一定被人家围剿 百分之百 所以要让柯文哲重判清理 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他去当行政院长 所以我百分之百同意 最好赖兴德跟柯文哲 你们赶快就协定好 就让他去当 可是问题是 蔡英文在里头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他是单纯只是一个中间人吗 我不认为有这么简单 因为蔡英文其实 我个人认为 他对权力的掌握欲望是很重的 他一直希望自己 还是能有一些表现 所以你看照理来说 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 这个时候 你做这么多重要决策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还在指挥这些人 去做一些事情 据说他们跟赖兴德之间的交接 非常不顺 所以请问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蔡英文还是在 即使卸任之后 还是要掌握某一些领域吗 还是这是美国人的指示 也就是因为美国人 不放心赖兴德 所以要求蔡英文 你要给我看住他 必须要这样做 你们两个分权 变成这样的方式 美国人才能够比较放心 是这样吗 很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显然我们未来的政府 已经出现大危机 他没上任 就已经出现这样奇怪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然后呢 他去邀请 也邀请了朱立伦 朱立伦说他不会去 朱立伦不去才是正常的 而且我认为蔡英文 早就知道朱立伦不会去 因为他没有什么事情 要跟朱立伦谈 他要跟他说 他总不能邀朱立伦去 当行政院长吗 不可能吧 那他能跟朱立伦谈什么 根本没什么好谈 什么改革那些东西 双方的立场 本来就不太一样 更没得谈 所以我认为这整个 就是一个请军入翁的方式 那柯文哲呢 因为柯文哲这个人 第一个好大喜功 第二个他一直觉得 他要有一个发生的机会 他要有一个舞台 现在看起来民进党 可以over他一个舞台 柯文哲就来试试看 那当然他可能回去 又要跟他的这些娘子军 又要开始嚼舌头 不知道再做什么决定 搞不好过两天又出来痛哭 我也不知道 反正柯文哲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 就先试试看 那最后会做什么决定不知道 但是我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 柯文哲当行政院长 因为那样子 未来一定会非常精彩好看 我很想看看他怎么样 包括我们赖斯堡委员 包括其他这些委员 到时候跟他怎么样的交锋 我非常的期待